好了 现在就为大家带来 海中漫画1074话新鲜出炉的情报内容 本画标题是Mark 3 标题所指向的是战逃完 为了帮助曹茂与伙逃离 而释放出的50个新的和平主义者 路夫的索隆留了下来 而其他人全部都去找贝加庞克 有趣的是索隆还提出 也要帮助去找贝加庞克 但是大家怕他迷路 所以强行让他留了下来 不过尼正身处在熊的记忆世界之中 他看到了年轻的熊被虐待的画面 最后重大情报 威威的画面终于出现 他正在和摩根斯以及瓦波尔在一起 而摩根斯正想准备写一篇 有关藏谋一伙如何绑架贝加庞克的大新闻 好 情报就是这么多 威威没有事 这真是让人松了一口气 那么这么一来 伟田之前说到的威威 萨波 女帝会有危险 会让人非常担心 目前就只有萨波 依旧还处于危险的状况之中 威威跟女帝没有事了 萨波我觉得应该也会没有事 那么在马里奇亚具体又发生了什么 威威又具体如何跟摩根斯以及瓦波尔待在一起 我们就继续拭目以待接下来的精彩漫画剧情